這個證照的好處 這個好處太多了啦 第一個大概最關鍵 我考的證照 薪水上面有沒有增加 當然要有證照 薪水越多 那我多考幾張嘛 對不對 實際上我是覺得 發現還是有獲得獲得的幫助 有獲得獲得的幫助 然後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讓別人更相信你的專業能力 其實有的時候很多人說 尤其來上課裡面有同學是家庭主婦 那其實他會說我用不到 那也未必啦 因為為什麼呢 在家裡面 像你的小孩 有的時候家庭主婦在家裡 連那個開機的權利都沒有 為什麼可能開機就會被小孩子 就是可能會罵你說 你幹嘛動我的電腦 連開機的權利都沒有 可是他如果取得證照的話不一樣 像我有教過同學裡面就是說 原來是在家裡沒有地位的 可是呢 後來他取得很多證照之後 然後也學了很多電腦課程 回去反而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電腦只要有問題呢 他的小孩全部都要靠他 而且他變成說在家裡就整個 整個那個互動就不一樣了 因為以前小孩子會認為說 跟你講什麼都聽不懂嘛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覺得好像媽媽不一樣了喔 爸爸不一樣了 那很多人 很多爸爸媽媽是為了小孩來學電腦的 這個很有趣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小孩子在做什麼我不知道 這個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邊的話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反應在這個你的實際上 你的實際上